2017年6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县蔡佳衙 向近随边区革命烈史 敬献花篮 瞻仰近随边区革命纪念馆 我在这里看了这个纪念馆 我也很受启发 我也从中啊 这个学习了很多宝贵的精神 我们刚才说概括为铝梁精神 把这个精神用在我们新时期新时代 继续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过上幸福生活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 在这个征程中 我们要用好这些精神 不怕牺牲 无私奉献的铝梁精神 孕育于烽火年代 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星火相传 生生不息 1984年 年仅25岁的梁宝 担任了吕梁市十楼县 薛家园村党支部书记 二十年里 梁宝带领乡亲们 修路 造地 养殖 建蔬菜大棚 发展经济林 百姓赴了 他却倒了 这一样的祝老药啊 还要操心这个事 不过时候 薛家园大人就好像扎人了 全都暖了 其他人就笑不了这事 我还要光行重来这事情 只要我能坏一天 我还要吹哄力量了 2012年底 梁宝在为民奔波的路上 促然于是 他用生命续写了 新时代的吕梁精神 山西 西有吕梁 东有太行 这两道山脉 在革命年代 竖起了民族的脊梁 更竖起了精神的丰飞 2009年5月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在视察八路军太行经验馆时 对太行精神 做出了深刻诠释 要始终保持对党 对人民 对事业的忠诚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始终保持直男而尽 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最大气磅 最大气磅礴的书写源于精神 最振奋人心的变化 始于奋斗 深终保持艰苦奋斗 让西沟改变了模样 郭凤莲打造生态农业旅楼 大寨成为三进大地上一颗亮丽的明珠 段爱萍 亲近百万家产 贴工 贴钱 贴命 贴近樊底村百姓的心 他们用行动诠释着新时代的太行精神 烈日炎炎的夏日 在杨犬郊区河南村 大学生村官温东生正忙得不一样 刚来河南村以后 感觉村里面老龄化特别严重的 我想的是作为一位大人村官的话 作为一位年轻人来到村子以后 首先应该是把激情带到冬村中 去感染我们村里一些贫宫户 然后我去让他们去自主创业 摆脱贫宫奔向小康 在他的工作日志里 有这样一句话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 做不到带领老百姓提高生活质量 青春是遗憾的 在山西和温东生一样 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村官 第一书记扶贫队长 用青春和热情 谱写着新时代的革命精神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在山西的大地上 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 吕良精神 刘湖兰精神 申继兰精神 大寨精神 石鸽节精神 幼玉精神 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 用伟大的革命精神 补思想之盖 具笃情之力 尽为您之责 创未来之夜 定能交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山西大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